iTalo Moda 型家梳化 有超過一百種梳化款式設計 款式創新就最有型 iTalo Moda 型家梳化 各位聽眾、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段影片我想說疫情很嚴峻 每天幾十宗確診都令人憂慮 我經常說距離這個社區大爆發 真是一步之遙 大家好好照顧自己 好好照顧你身邊的人 好好照顧整個社會 唯一可以照顧的是免自己去一些危險的地方 因為香港受到感染 有任何事呢 都快點去看醫生 檢查自己有什麼問題 在外面回來的朋友 麻煩大家乖乖地去你住的地方 做這個家居檢疫 不要到處走 許樹昌有一個發言 現在希望在海外回來的人都能夠驗到這個腮頭唾液 早起床什麼都不做 嘴唇都不撒牙 就搓一口口水出來 在嘴唇 搓一口水在瓶裡 然後拿去驗 原來在海外回來的人 至少有一百分之的人 是毫無病徵的情況下 都會驗到陽性反應 都是確診的 即是身體內有病毒 1% 量當然不少 三萬人回來 一百人就一個人 一千人就十個 一萬人 一百人就一個 一個百分之一 你計算數 其實量 量不小 而且 沒有任何病徵 情況下 如果不生性 不乖乖地留在他要住的地方 到處走的話 傳染給人的機會很大 一般的市民 沒有紀律 不生性 到處走 有受到法律的懲罰 你可以報 你可以獨恢 現在全民 都去看人家有沒有手帶 然後就報警 有時會殺錯良民 在機場回家 又說人家到處走 之類 但現在有外遊記錄 但也有一些 沒有外遊記錄 不過就是 去蒲巴 去蒲巴 那 一位女警 在駐深水埗 根據她的不是旅遊市 接觸線 她應該去過 發病得相當高的某些酒吧 在公園也好 在那裏 喝兩杯 這位22歲女警 第一 身體不舒服 確診之前 入住名外醫院的普通病房 她身體不舒服 接受抽血 抽血緣提醒她 小姐 可不可以戴口罩 這位女警 拒絕 抽血過程 是拒絕戴口罩 然後 直至抽血完成 靜默注射 和心電圖 檢查後 這個女警 仍然是沒有戴口罩 這兩個抽血緣 的裝備是有手套 有外科口罩 這個醫管局的行政經理就說 他們的裝備是合適的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說只有手套和外科口罩 我想知道 有沒有 護目鏡的裝置 放在這裡 枯著額頭 然後這一塊像 透明膠片遮蓋自己 有沒有眼罩 有沒有保護衣 雖然這個動作 未必是 高危的 例如插合、霧化 會將病毒吸收 未必是這樣的 但是 如果只是戴口罩 外科口罩 手套的話 其實 已經有很多案例 是會經過 那些病毒經過眼睛進去 所以有些人說 你應該戴上平光眼鏡 甚至 眼罩 然後才行 如果沒有眼罩 不是戴平光眼鏡 最好就有一塊這樣的東西 大家知道 物資很緊絕 不是每個人 會有 抽血 當你不是很高危 但是 但是 這個病人 22歲的女警 住深水埗的女警 是沒有戴口罩 堅持不戴口罩 醫管局的 雄正經說 這個臨床工作 多於15分鐘 接觸沒有戴口罩的病人 都視為 密切接觸者 兩個人 都需要 接受檢疫 慘的地方是 其中一個抽血員 是有病徵 現在就進入醫院 另一個暫時沒有病徵的 接受 檢疫 這個女警 是27號 確診的 在普通科病房 之後 調去隔離病房 醫管局其實很憂慮 很憂慮 他在呼籲病人 醫護人員 要依照醫護人員的指示 大部份病人都很合作 理解醫院裡面是要戴口罩 亦都要尊重醫護人員的勸喻 但是如果有小部份的人 病人是不合作的話 他說 會解釋這個是醫院的感染控制 不戴口罩自己都會有風險 如果病人屢勸不聽的話 局方 醫管局會以同事的安全做 考慮 尋求保安員的協助 他有需要的時候 會通知醫管局的管理層 記者就問 這個旅警的行為是壞榜樣 警察會不會譴責和投訴 醫管局 一聽到是警察 跟現在很多政府部門一樣 會害怕 他沒有回應 只是關注 始終都是病人 盡量用勸喻和呼籲的方式 合作 我剛才說 那兩個抽血緣 戴外科口罩 和手套 是否保護裝備 合適 有些醫生就不同意 向媒體說 沒有戴口罩的病人 沒有戴口罩的病人 醫護人員 只是 面對沒有戴口罩的病人 只是戴外科口罩 是明顯不足的 醫生在笑 他有穿衣服 有穿衣服 算不算保護裝置 法例上沒有規定病人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只能夠 哄 或者勸 他說 即使 病人是不合作的話 從來都沒有 據據觀察 從來都沒有 要求保安協助 警方又怎樣解釋 警方昨天晚上在Facebook發問 他說這個確診的女警 在醫院裡面沒有戴口罩 警方深感抱歉 深感抱歉 警方說 非常關注 這件事件 有關警員的防疫意識不忠 警方已即時聯絡了他 要求他必須遵照醫護人員的指示 保護他人避免受到感染 事件影響醫護人員 和服務引起社會不安 警方深感抱歉 為避免同類事件發生警方會提醒 全體警員即是配合醫護人員的防疫 即時 時刻保持個人衛生 減低傳播的風險 沒有訓斥 沒有要紀律調查 沒有要處分 只是深感抱歉 你又抱歉得住 如果你真的沒有戴口罩的女警 傳給秋月園 而且 不知道有多危險 跟每一個人的體質有關係 傳給別人 你可能沒事 人家可能會一輩子 抱歉就結束了 是不是 我就要問 大家知道 警察 有很多的防疫裝備 他那麼多紀律部隊裡面 最多口罩是他 六十幾萬個 六十四萬個 六十三萬九千個 根據這個 政府的文件出來 他出來解釋 我們四萬個警察 我們要做很多危險的工作 包括處理屍體 只有那麼多屍體來處理 要壓病人去這個醫院 要全天候看著他 我們要戴口罩 不單止 出去放出雷彈 用警棍去打人 也要戴口罩 所以口罩的消耗量很大 不是 我就想問 這位女警 他沒有口罩 還是 深水埗警署沒有派口罩給他 斷估不會 還是 他的公司分明 這是我自己有病去醫院 我們不能夠用CSI口罩 政府口罩 剛好我又不夠口罩 所以沒有人發現 我就不戴口罩 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不是 未必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不喜歡戴就不戴 我想戴的時候就戴 我不喜歡戴就不戴 是不是 就是這樣 這個可能性是很大的 為什麼這麼說 PK等做了一個極壞示範 他們同僚也做了一個極壞示範 是不是 那些片傳出來 說他在明星飯局那裏 亂拌口水亂拆鞋扮矮子 拆明星鞋 拆曾智偉鞋 拆譚詠鞋 拆成龍鞋 高談闊論 那時候是什麼 那時候也是疫症期間 那時候衛生署也呼籲 大家 不要去這些飯局 這些都是很危險的 他後來就說 警覺性不足在防疫期間 他承認這件事 那些噁心 敗矮子去拆鞋那些就不是說人家是 魚獲自保 你看到 警察 在社會上 譬如他的同僚也是 要祝賀同事榮憂 幾十人應該犯罪 結果全部都要進入 檢疫 有人確診 於是全部進入檢疫 增加這個社會負擔 不過對於警察來說 我會這樣看 一般的市民 他沒有這個防疫意識 防疫意識不足 OK 一般的市民 沒有常識 沒有訓練 沒有紀律 我就覺得可以 可以理解 但我覺得不接受 都是一樣不接受 因為如果你看新聞 張竹君 不停在那裏呼籲 幾十天都沒有放過假 大家都不接受 雖然我可以理解 但警察 你受過紀律的訓練 受過紀律的訓練 你從頭 從鄧炳強 PK等 帶下來 都是這種 理解你都傻 我為何要聽你說 我為何要聽你勸喻 這種態度 去面對這場疫症 由PK等 明星飯局 同僚 退休 晚宴 然後到旅警 明明自己身體不舒服 都不肯戴口罩 其實是一脈相承 就是 林鄭 特區政府 沒有了我們警察 不行 我們警察 就要享用這個特權 享用到盡 我們自己定個遊戲規則 我們自己定出來 我們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我們喜歡做什麼 我們不做什麼 過去八個月 他做什麼都好 是不會面對任何的法律後果 到今天仍然 整個建制 政府的官員 是維護到他們 盡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變成心態 調整了改變 於是就不需要跟 任何定下來的遊戲規則 去行事 遊戲規則是 警方自己 定出來 我想怎樣就怎樣 不只是整個政策影響到每一個警察 這些警察在前線 為什麼那麼瘋狂去打那些示威者 他們自己定出來 因為打完之後沒有後果 於是就打 發誓到盡 有疫症沒有疫症 一樣是這麼瘋狂 一樣是這麼瘋狂 一樣是這樣放出來 但一樣是 打到人頭部 一樣是噴這個胡椒噴霧 一樣是近距離地 將胡椒噴霧 噴到記者 正眼那裏 噴到 成面都是然後在旁邊在那裏 怪叫怪笑 沒有 沒有變 不單止沒有變 而且是變本加厲 越來越嚴重 這個就是 因為警察 被縱容 因為特區政府 依靠警察的管治 維持他整個政權的穩定 於是警察 就可以去到事無其妙的地步 由 PK等 可以去這些明星飯局 大放缺詞 到這個旅境 連抽血 叫他戴口罩都不戴 我也是 一條線 這個是一個 醫管局 裡面的 護士也好 醫生也好 抽血員或者其他輔助的醫療人員 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當他堅持這樣做的時候 你咬他吃嗎 是不是 你一般的市民 橫蠻無理 發浪禮 我見過在醫院裡面 你也沒有辦法 唯有是等他導火掉下來 慢慢勸他 但我們作為一個 警務人員 竟然這些最基本的常識 叫了你做你都不做 我就覺得 對不起 是絕對不能原諒 絕對不能接受 警方在Facebook裡面就說 引起社會不安 影響醫護人員和服務 警方深感抱歉 抱歉就夠了嗎 抱歉就可以收貨了嗎 你看看會不會有瑕疵 如果有瑕疵出現 他們又是抱歉要別人收貨 這個警方的特權 這個就是 就是 一顆沙 整個世界 這個特權 是縱容回來的結果 我覺得是只有半本加厲 是不會收斂 說到這裡繼續Platron繼續CLS 繼續兩邊都看 支持我們這些 黃絲的 YouTuber 好嗎 大家想聽到一些 比較尖銳的評論 料就沒有很爆 其實 我不是那種經常都可以爆料的人 比較 講真話的發誠內心的 尖銳的評論 真的要繼續 支持 吳志森的 心直口快 今天談到這裡 看看今天 晚一點有什麼新的事態發展 看看有沒有機會做到一條片 好嗎 拜拜 好嗎 好嗎 0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